哈囉 觀眾大家好 我是尊 可能有很多觀眾 還不知道關於我的一件事情 對 我是男生 對 沒錯 我是宜蘭人 我常常只要跟別人說 我來自宜蘭 他們都會把一些 很奇怪的刻板印象套在我的身上 就是 欸 你是宜蘭人喔 你們是不是家都去那個幾米公園玩啊 或是一些口音啊 或是吃的東西之類的刻板印象 我覺得這些體驗真的是滿特別的 所以我一直想要拍一支 有關於宜蘭的影片 來給那些住在宜蘭的人看 一個史上最小眾的個人 你也是宜蘭人嘛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哇 特別是米公園啊 哇 才逼分了 這臉才漂亮的嘛 哇 超苦 愛的啦 哦 東山啊 哇 太多了 超苦的哦 哇 那個是米公園環球嗎 是紅色的 欸 中央民說 中央民說啊 中央亞富士馬 快就給他看啊 買家店 去全店子 買三鮮食品 去全店子 去全店子 買五金 去五金號 買電視 買電器 買三鮮食品 買文具 買雨傘 買拖鞋 買運動用品 買飲料 買材料 買物件 買冠錢用品 買廚房金具 買料理工具 買重物用品 買水果 買麵包 買唸液庫 其實不會 其實不會 哇 這幾次都沒有啦 真的要洗手槍 吃什麼啊 哇 超爽的啦 我們都快已經每天吃了 看起來真的超好吃啦 一人都好幸福哦 哇 哇 白癡喔 因為太大了吧 這樣怎麼不去玩啦 很不可以玩啦 今天不錯耶 要不要去錄影啊 今天不錯耶 今天不錯耶 要去錄影啊 要去錄影啊 我不會那麼多年 我不會那麼多年 你只有聽過啊 沒有用過耶 我以為台北已經很吃了 對於台北已經很吃了 對於台北已經很吃 沒有人 你看它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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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們新竹人工的米粉很有名耶 欸 你們新竹人工的米粉很有名耶 不對 欸 我不相信 你能不能吃工的米粉啊 欸 你們新竹人工的米粉很有名耶 你會不會每次都吃工的米粉啊 怎麼可能 有吃也不是每天吃啊 那就觀光客在吃的好不好 難不然 這裡面依然三星蔥鴨腸很有名 你就沒餐吃喔 好 喔 上台學後第一次跟同學一起出去 一定要有一個好的第一印象 首先先跟他們打成一片 讓他們覺得我是自己人吧 可是 要說什麼才能融入他們呢 聽說他是南部來的 南部來的 果然就是要講台語吧 還是台語最有親近感人 好 就說台語了 就絕對是台語了 我要融入他們 就在現在開口吧 在進口 OK 沒錯 這支影片是跟可口可樂的合作 這支可口可樂 分別為了四個不同的城市製作他們評審 然後找了十位不同的城市大使 對 沒錯 我就是宜蘭的代表 你會看到這邊有十種不同樣式的可口可樂品質 每一個城市都有不同的設計 尤其是你看 關於宜蘭的設計是最貼切的 濃色 因為我是宜蘭代表人 所以他們就給我這個宜蘭設計的品質 那這個設計還蠻有趣的 你們看這個男生 他的 瀏海是龜山島 然後你們有發現嗎 他旁邊的這個壁角啊 是三星蔥耶 而衣服上則是 從小到大看了 數百次的 地澤檢橋 那每個城市都有不一樣的代表字 而宜蘭的代表字呢 是 近 宜蘭人猜不到吧 哈哈 雖然我還蠻常嘴宜蘭人 像是指著一片農田說 歡迎來到我們這裡最先進的國度 不過發生內心 我一直覺得宜蘭是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欸 宜蘭真的是 到處都看得到山 看得到田 真的是蠻漂亮 蠻情優的 雖然我常嘴啦 但是愛之生者之間 我還是覺得宜蘭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所以 宜蘭這麼棒 我們要再說什麼 所以宜蘭真的是 真漂亮 真好捏 真肥佩洛女 所以我覺得真是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代表 這個世紀還蠻酷的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買來收藏 好 它各大圖魯都買了 照吧 就是一些 便利商店或是量販店之類的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節目節目就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右下角 請按下注的話 觀眾朋友還可以點個右下角 訂閱的角度會不錯 放下方的分享喔 那我的IGFB專頁的頻道 放在下方 雙門說你們可以追蹤或訂閱或是點個讚之類的 OK 各位觀眾 我是尊 我們 下次再見 看一下喔 下一個交棒給全台灣最會開箱的Youtuber 喔